我们一切众生啊,接具佛性啊,所以要把众生都当成佛,因为佛菩萨他把一切众生都看成是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心念经的时候,要把其他的老人家看成你的父母亲,要叫他老菩萨。 小孩子你把他叫成小菩萨,所以很多经文当中说到,我是已成佛,鲁是未成佛,若能如是性,戒品与记处,也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已是佛,你呢,是没有成佛,如果能够相信的话, 你已经具足了这个品位,就是品的位置,也就是说,你菩萨把我们都看成未来佛,所以菩萨才能慈悲心来救度我们。 如果我们去救度人家的时候,也能把人家看成是未来佛的话,可能你就不会这么蛮横无理,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没有耐心的去救度他们了。 听众朋友们,信自己是未成之佛,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相信自己还没有成佛,但是我以后一定能成佛的时候,你一定会改掉你的恶习,修善良的东西。 因为你整天把自己当成佛,因为你整天把自己当成菩萨来修,来做人,你一定不敢做坏事。 当你每天想做佛的时候,想成我是未来佛的时候,你就不会做坏事,而去修善道。 什么叫修善道?整天修善道?整天修善的东西。 所以,能够改恶修善,发自利己利他之大菩提心啊。 啊,自利利他呀。 因为当你救人的时候,你自己得到利益了,你也能够利益他人了。 这才叫大菩提心啊。 啊,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在帮助人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啊。 因为你帮助了人家,又帮助了自己,实际上你发的就是大菩提心啊。 所以,我们要断尽凡祸,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啊,一定要把迷惑和烦恼要断尽,不要去想它,要斩断。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心,就是本心,是真如佛心,那才是真正菩萨的佛性,在你的身上啊。 所以,要相信啊,要相信一切六道众生都是未成之佛呀。 我们要极力地努力地努力,我们要相互维持与同类,绝对不能相争相杀之恶作呀。 大家知道,大家知道,现在的人,整天的你争我揍,恶于我诈,动不动就是刀兵相间,把同胞骨肉视为禽兽。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本心,也就是情深,因为菩萨把我们都看成佛,菩萨多慈悲,把六道的众生都看成佛,哪怕把鬼道的众生也看成未来的佛,他们是多么的慈悲。 第一章王菩萨就是因为把畜生道,恶鬼道,把地狱的众生,他都看成未来能救的众生,是佛,所以他才到了地府去救度众生。 这才叫菩萨,因为他心中有佛,所以他是真正的佛,而我们心中有魔,那才是真正的人间魔呀。 想想看有多少人在人间做的恶事,是不是人做的,都是恶魔所做的,所以这些人能成为人吗? 所以心中有魔,他做出来的事情也是魔,心中有佛,他做出来的事情也是佛。 我们要好好地学,好好地修啊,今生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虐随身。 不好好地修,将去何从,何去何从,我们将往哪里去,往哪里生,没有人能告诉你。 听众朋友们,不要相杀呀,国家跟国家,人民和人民之间,大家要爱护生灵呀。 我们连动物都要,我们连动物都要戒杀互生,何况与人类呢? 所以,要方便,我们要知道人要戒杀生。 不能看到彼此相互互互生一种,互戒戒? 不能看到彼此相互争斗,产生一种家互争斗。 看见彼此在相争,在相斗,我们要产生一种产心呢? 也就是忏统的忏 忏悔的忏 我们要产生一种 非常难过的心理 因为人是不知自己呀 因为人 与一切众生 都是未成之佛呀 人要明白 自己到底是谁 自己到这个人间来干什么 你要知道 佛菩萨 让众生 到人间也好 到六道也好 是希望你们改邪归正 去除虐障 该还清的就要还清了 所以当我们知道 不惜杀人啊 一争相斗 与杀彼之生 杀人 杀动物 杀龙虾 杀螃蟹 像一条好好的鱼 你把它的头剁下来 也不就是 越我之口腹也吗 也不就是 让我的嘴巴和肚子 觉得舒服一点 这种杀身 一定会折瘦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的台上呢 就告诉大家 我们 做人 学佛 首先 要知道 当你诚心诚意求菩萨的时候 菩萨一定会到你身边 当你 诚诚恳恳 学佛念经的时候 你有求必应 菩萨为了众生 经常 现身于人间 这是多么的慈悲性 我们要感恩观思音菩萨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 不要杀生 我们不要去做 对不起祖宗和 昧良心的事情 杀人取乐 和杀动物取乐 那是一个概念 当年日本人 在中国 杀中国人取乐的时候 那是军法 那是没有人性 而我们现在 杀一个猫 杀一个狗 杀一条鱼 杀所有活着的众生 我们 也没有人性 好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必须要 借杀之人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应该 好好地念经啊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应该 有求必应 那 才是你跟菩萨的 机场是 接上去的 字幕志愿者 杀 state